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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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明天吧 明天大家都要搭機 追往加拿大代表國家參加世界禮止累球錦標賽 很高興能夠在起乘之前 邀請各位到總統府來 讓我為大家加油打氣 來到這裡授齊的意義 就是要預祝大家起台得勝 而且要告訴各位 你們在比賽的時候 全國人民都是各位的後盾 會為你們加油 這次世界禮標賽很特別 一共有31隊參加 是歷來新高 全世界的七大洲 每一洲都有國家參加 所以說這次的大賽 是一個世界級的舞台 除了展現出累球運動的蓬勃發展 更能夠透過大家的表現 讓群職結鬥認識臺灣 看到臺灣 在這種高強度的比賽 也有以賽代訓的效果 跟各國的好手較勁切磋 我相信對於我們參加2020年東京奧運女壘賽事 一定會有更好的成功基礎 臺灣不只是棒球王國 乃秋的實力其實也很堅強 在今年剛公布的世界排名當中 我們的女壘世界排名是高級世界第五 我知道很多在找國家出征的女壘國手 平時都有自己的工作 常常在大賽之前才能集訓準備比賽 在這麼短的時間 還能夠累積出世界前五的成績 是很不容易的 當然也表示各位的實力 絕對是世界頂尖的 不過像四頂賽或者奧運這種大比賽 應該是展現我們壘球的整體實力 不能只仰賴短期的集訓 在這裡 我要特別感謝蔡其昭副院長 還有我們成人幫理事長的努力 成立了我們有民間中小企業 一起來支持的企業女子壘球聯賽 這是我們打造健全的壘球發展環境的第一步 透過聯賽 我們可以讓競賽和訓練雙管齊下 也讓選手多了收入 少了一些後顧之憂 把更大的心力放在球場上 我也要請我們相關單位持續努力 打造健全的體育發展環境 臺灣的運動實力才會更堅強 明天就要出發了 大家加油 展現團隊的精神跟訓練的成果 一起為臺灣爭光 謝謝 謝謝大家